我们现在来试看看训飞语音输入法 按下麦克风就可以开始输入 今天有看到一则很有趣的新闻 所以现在用语音输入的方式记录下来 如果已经说完了请按下说完了 那么在辨识过程里面如果有错误的 可以来这边做一个手动的修正 按下说完了 或者你也可以切换到手写输入 用手写的方式也可以很方便的来修正错误 万一标点符号不符合我们的需要时 也可以从面板上直接来做修正 利用训飞语音输入法 其实在做信件的回复 或大家常用人类的回复 其实也是很方便的 例如已经收到老师的通知 谢谢您我们下午见哦 这样的话其实速度是还蛮快的 在行动装置上的输入就可以比较方便 我们下午见试多监点 将写定项目数下船's